这几天台湾天气真的是热翻了 很多人会吃冰来扫小鼠 在云林有业者结合在地特产 研发出了无与子双麒麟 视觉味觉都给人创新的冲击 鲜香结合了奶香味完全没有违和感 另外呢在台中有冰品店 推出了特殊口味的榴莲雪花冰 加上浮夸的造型 就是要抢供夏日冰品商机 绵密雪花冰层层堆叠 里头满满新鲜的榴莲果肉 最后再淋上炼乳 浮夸造型和分量 在炎炎夏日顾客忍不住 一口接一口 浓郁的榴莲香味扑鼻而来 特殊口味吸引不少喜爱榴莲的 饕客上门消暑 业者说当初以为榴莲接受度不高 没想到一推出大手欢迎 最后索性将整间店都装潢成榴莲风格 若是不敢吃榴莲的朋友也没关系 云林这家旧冰场转型的冰店 结合在地特产研发出一款乌鱼籽双麒麟 视觉味觉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牛奶双麒麟淋上乌鱼籽酥 上面还有一片一口的乌鱼籽 咸香结合奶香味 吃起来完全没有违和感 吃过了民众都赞不绝口 厌者说冰品要有亮点才能吸引消费者 在思考如何研发出独特新品之际 突然临机一栋利用乌鱼籽搭配双麒麟 经过数十次的尝试终于成功 把它放在乌鱼籽里面 让它自然干燥熟成 然后它就像葡萄成熟史一样 它是一颗一颗的掉下 所以每一颗鱼卵它都是完整的 未来业者说还会研发乌鱼籽压边 希望让更多人在销售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口湖海味 记者郭正义云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